最近路头上场率有点高 没办法 因为面对拉拉队员和古董商这类角色 守夜人啊 使徒啊 使徒其实还行 守夜人啊这种就不好打 好 这边来看一下ys对阵act的第二局上半场 这把的话取悦这个路头 说实话 没有其他可以打 拿的了 说实话 这把打路头应该是一个唯一的选择 就前提是他会啊 知道这种打路头两边我觉得是五五开的 其实蛮容易出现平局的 就求人者呢 想要正面跟路头刚呢 也不太好刚 然后路头想要真的突破漂亮 求人者呢 也没那么好突破 这里第二钩一刀 三刀也就60秒 这个击倒是真的很舒服呀 这个击倒密码机总量两台都不会到的 古董商想过来打架了 护驾 护驾 能不能想到 想不到有个古董商帮忙拍板子 星辰 哎呀今天梵天雷这发挥真可以啊 再绕过来 古董商再打一轮 一勾 勾中古董商 等飞轮嘛 哎呦 破轮了 破轮的话 一勾倒地的古董商 飞轮已交 古董商已经是一具尸体了 但是这个古董商被抓呢 比心里被抓要好很多 因为古董商他救下来以后 其实是有那个打架能力的 直接交闪 许悦这边也是不贪啊 不想再等了 赶紧起上挂 然后来打一波佣兵 通缉到佣兵 估计这轮的话应该是逼救了 通缉到佣兵的话 板子一串应该是顶出去打一轮逼救了 你不打逼救 想要压一个什么极限血线 钩子震慑 打震慑 可能性很小 这轮找机会 顶出去放声位吗 佣兵护必跳 没有办法逼救 那看狮子 这波先打一勾 再一刀 确实没等啊 这个不太好等的 不要觉得好像路头有两次震慑的机会 想压一个过半什么的 这个其实很难很难的 在职业选手职业救人位面前 古董商 这轮的话我觉得可以省一点棍子 可以省一点棍子 下一轮打吧 这轮就交了棍子 也就是跟搏命时间相抵消 或者相重合 没有太大意义的 就下一轮 穷者如果说还想打的话呢 可以打 因为下一轮古董商的一个飞轮cd是40秒 然后呢 棍子cd又全好 可以打一波 看拉拉队员这边过来方不方便吧 拉拉队员 海尔已经来了 通缉到的是心理学家 取悦这边往外顶 外面的话应该是拥兵核心理补状态 这边拉拉队员通过 哎漂亮一个回 这个小回步扭掉 好 那我觉得古董商这轮 在拉拉队员的掩护之下还能再拖 来兄弟们看现在3分06秒 3分40秒之前不会倒 嗯 现在的话 这边找到心理一沟空了 嗯 现在的话 这边找到心理一沟空了 手里面的剂能就不错了 技能cd马上要好 机子其实差很多 讲道理这个局是一个偏多抓的局 因为球者的机子差太多了 他们这个机子差太多了 就这边形成击倒以后 哎 这边的话是应该里面有夹子 所以说这边心理没进不去 但是取悦这边的勾连续空 让交闪了 交闪以后往鬼屋里面一挂 佣兵得提前过来 这个佣兵过来救人是有可能要吃双倒的 看挂哪里吧 挂不挂鬼屋里面 不挂鬼屋里面 不挂鬼屋里面的话 这波防守 他是过来夹子封击三甲 但拉拉队员有飞轮 拉拉队员有飞轮 叙手勾 回头再做防守 可以 那这样的话看 这波能不能找机会勾一下佣兵 打一刀逼他就 哎呀 没勾到 这个侧边勾 狮子躲的有点好 这个勾其实蛮吓人的 一刀打中 这波还不是一个双倒 说实话 这勾空 取悦这把是在残局空了三勾 这三勾太伤了 没有 你这三勾当中 但凡勾一 勾中这个佣兵就行了 说实话 刚才这勾有点着急了 这勾如果当时能勾中佣兵是个双倒 双倒意味着什么 双倒意味着 你就没有人救人了 那得放弃这个心理了 这边守不了啊 赶紧走 对 夹子去封那边佣兵的鸡子 回头再来打 三夹鸡子一封回头打 勾佣兵吗 狮子爱 取悦的勾啊 那边先把状态补了 勾到 击倒 挂上 这里是遗产鸡 到遗产外面的话得兴起 呃 这波其实怎么说呢 我觉得取悦啊 挂这个点 不是特别的好 为什么 因为他挂这个点 他夹子就封不了这波的遗产鸡了 他其实如果挂远一点 夹子封住遗产鸡 不过拉拉顿有飞轮 拉拉顿有飞轮也能破 我想说的是什么呢 因为外面心理起鸡子嘛 他如果说夹子能封住鸡子 然后你拉拉顿要救人要修新鸡子 然后鸡子又被夹子封住 我这边传送落地 把心理挂飞 击倒挂飞 然后再回头来打 就是三起步 现在的话 来了来了 现在开始封了 封完以后传送 对 不要管这个佣兵了 但是拉拉队有飞轮 换一张椅子挂 对 刚才其实就应该这么打了 刚才就应该这么打了 挂地压室去 挂地压室 你夹子封击就白封了 对吧 对吧 这么地压室 那夹子封鸡不就白封了吗 鸡子压好了 不会这局平了吧 落地刀 没有他要勾勾拉拉队员 拉拉队员那还不是一个挂飞啊 那慢慢来吧 一勾勾住 签 好再挂地压室 那应该是赢了 这个佣兵得过来秒踢 这个佣兵得过来秒踢 挂最里面 打钩 狗 哇 狮子躲了100个狗 我的妈呀 测开门站 管佣兵吧 他没看到佣兵应该是 这佣兵是个挂飞 这拉拉队员处理不掉的 这拉拉队员有飞轮 再一个枷锁 哎呦 哎 捡你输 啊 飞轮 哎呀哎呀 啊 赢 赢了吗 先挂上 这把狮子这个佣兵躲了1万个狗 船 门开了 有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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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取悦空了1万个狗啊 就是狗不中 哦 他开门站那波其实找到佣兵也四杀也三杀起步了没看到佣兵这佣兵是个败血 挂飞 没有道具 没有道具 平了 又空 可惜了啊 因为毕竟其实他前中期打得非常好嘛 嗯 嗯 嗯 有点可惜吧 真的说 好 这边来看一下双方第二局的下半场 这里的话飞加直接坐车 路透描一勾 厘开了呀 這壹指 震慑 我感觉ACT走了 这一钩直接大飞逼出来 砸板子 自带距离 没有用啊 你的关键 这一波我给你拉近距离 就实在不行 我闪现带走你 都可以对吧 哎呦 没了 咔嚓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不要在路头面前玩车 要么你早点开 这部位还是个地下室吧 卖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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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头的地下室进不去 用兵也进不去 讲道理呢 求生者还有一定的保平面 这个局不救 然后压住 外面下一波 求生者能扛 还能打 只是 看迪宝这边 他对于穷者位置的一个判断了 比如说他这边看到两台机子在动 然后这边能够排到佣兵的位置 大家注意佣兵蹲的这个位置啊 离得非常非常的远 就是在你耳鸣 若隐若现的一个位置 诶 十有 十无 你往前卖两波 耳鸣就来了 这里第一轮两台机子修掉 还行吧 飞加这波 虽然说直接倒地被挂飞 但是呢 佣兵这边没有被排到 玩具伤病患 你要抓的话 佣兵可以补自己的遗产 还有说法 尽可能的想一想了 这边直接切船 船送落地 找到病患 佣兵那边抱乌鸦 再补一勾 nice 飞轮没交出来 诶 这个机倒有点快了 船送落地直接一刀半已经起上了 病患这两勾加个飞轮 你能拖也就三四十秒钟 现在两分三十秒对吧 三分钟之内就这病患一定倒地啊 那没了 这个局他得在第二波牵制的时候 六的比较好 他得六到什么程度呢 他得六到四台机的样子 这个局求生者有有望打平 也沟空了 弄兵这边两户必交掉 吃一刀把人救下来 钩子两秒钟CD 压 这刀 这刀打上 玩具商来就帮忙扛刀病患开车有没有说法 对吧 我们不放弃的情况下呢 这边是因为刚才开了一波车的嘛 所以这边应该是有车的 这波车如果说能够让病患坐过河 但是路头这边的传送CD是好了的 传送CD是好了的 病患一勾 路头没有勾 开车 跟车 挂飞的病患 29秒的飞轮 外面机子还差百分之将近100 倒了 那可以恭喜YS 今天2比0直接带走 这应该不可能翻了吧 还要挣扎一下 但这边是遗产机啊 实在不行 我回头过去干嘛呢 放个夹子封一封机子 这跳过来是什么情况 怎么到了残局大家都开始空沟了 外面新奇台机子 不得不说玩具上拖是拖了蛮久了 随便玩一玩啦 嗯 这种局呢 我觉得就后面得好好的去反省一下了 SAT这边啊 开车被直接路头一个钩子震慑 这属于是比较严重的失误 然后呢 飞应家被挂飞以后 其实节奏上面来讲 还是有打回来的余地的 但传送落地直接病患被带走 也得去复盘一下 看看这种节奏该怎么来防 毕竟是两条命嘛 后面还有机会啊 ACT 再开一波车 直接喘 过来封你地窖口的位置 有一个护臂 好勾中 这还是勾了个护臂的 可以啊 最终完成了一个四专 拜拜 拜拜 贸易